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103页 讲到 他说我们的心从五死结以来 就为烦恼所懒 就是为烦恼所欺负 充满了烦恼 他说比丘心老故众生老 心静故众生静 因为我们的心为烦恼所懒 所以我们众生就有生死轮回 就有充满了烦恼 他这里的意思是在说 心为一切法的主导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是充满着烦恼的 是因为我们的心 时常在起烦恼 从五死结以来就充满了烦恼 所以众生之所以不清静 三界六道 这个我们都叫做有肉 世间 世间是有肉的 就是有杂然的 就是不清静的 主要是因为他的心 所以这里是说 心为一切法的主导 心如果清静 众生就清静 心如果烦恼 众生就烦恼 那么这个维摩杰经说 那么欲得净土 当静其心 随其心静 则佛土静 那么他又说 心静则众生静 那么众生静则佛土静 那他的意思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跟文化结经的心静众生静 心静烦恼静 虽然都是心静众生静 不过 因为大圣经典主要在度化众生 那么他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大圣佛法主要是说 菩萨得无身法忍之后 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庄严国土 成熟众生 那么怎么样能够成熟众生 怎么样能够庄严国土 庄严国土就是清静国土 让国土变清静 那么庄严国土就是让国土变清静 那么成熟众生是让众生的善根成熟 那么你唯有让众生的善根成熟 那么你的国土才可能清静 因为你的国土都是跟你有缘的众生 那么你怎么样让国土变清静呢 就是你必须去度化众生 改变众生 让那个杀生的众生不杀生 偷暴的众生不偷到 千贪的众生不千贪 那他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众生 从千贪变成不千贪 从称心变成慈悲心呢 必须透过你 必须透过你去改变他 那你怎么可能去改变他呢 当然有 当你具有这种能力 当你具有不失的性格 当你具有不千贪的性格 能舍的性格的时候 你就可以影响一个人 从千贪变成不千贪 当你具有非常慈悲的性格的时候 你就可以影响一个人 从不慈悲 具足称恨 那么变成慈悲 那个就是你可以去影响他 那怎么可以影响那么多人的有 就是你先要利益他 跟他结这个善缘 那么透过你的改变 那么让他也改变 那么这个是心境众生境 这个众生是 这个众生指的是你要成熟的众生 心境国土境 这个是你要庄严的国土 那么这里讲的心境故众生境 心脑故众生脑 那么基本上指的是 这个众生指的就是我们自己 这个看起来是这样子 就是说主要是说 你这个众生并不是你要度的众生 因为这里讲的最重要讲的是解脱 那么你能不能解脱看你亲不亲近 你的亲不亲近看你的心亲不亲近 主要是这样 所以你能不能得解脱 会不会一直在生死人为受苦 那要看你的心 所以我常常讲 不是看你有多亲近 是看你有多 就是修行不是看你有多精近 是看你有多亲近 亲近不是身体洗得很干净叫亲近 那么庄严不是打扮得很漂亮 挂完的珍珠玛瑙叫庄严不是 而是你没有烦恼 这个就亲近 你具足界定位 这个就庄严 那么重点在讲这样的道理 所以一切把心为主导 那么因为我们的业是透过一业 私一业 那么透过这个业来造作的 那么你会受苦 你会享乐 都是跟你的心有关系 你会解脱 你都会轮回 也跟你的心有关系 所以后来大圣佛法特别强调心 就讲到这个三界维心 那么也是从这个地方下手的 那么像这个观伍荣寿经讲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那么也是强调这个道理 就是心是一切法的主导 如果你学习佛 是心做佛 你学习佛 跟佛学习 那么一直像佛这样的修行 那么你也可以成佛 就是你发了菩提心 行了菩萨道 那么你最终也可以成佛 那怎么样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他就举阿弥陀佛给你做例子 他是怎么发菩提心的 他是怎么用功的 他是怎么行菩萨道的 就是要你学的 只是后来的人 没有学就只是念 就变成念佛就要成佛 这个是没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这样讲 无有四处 就是说没有这样的道理 你必须要学佛才能成佛 那么念佛是为了让你能学佛 那么对佛产生这个景仰信心 就是念佛要学佛 那么学佛就是要跟佛一样的修行 佛怎么发心我们怎么发心 佛怎么修行我们怎么修行 那么当你有这样的修行 有这样的发心 你就会具足这样的成就 那么佛怎么成佛 我们也可以这样成佛 那么也是一样 这个在无量寿经里面 那么法善比丘 就是阿弥陀佛的前生 他也是告诉你这个道理 他就是在四字照 四字照王佛的时候 看到四字照王佛之后发心出家 又看到十方诸佛怎么度众生 他向他学习 后来他成了阿弥陀佛 是这样子的 那么你念佛就好像 就好像当时的法善比丘 念十方诸佛 念四字照王佛一样 那法善比丘他也要 他也要经过无量节的修行 他才成佛 你现在不用强调你念佛 然后去到极乐世界一生就成佛 哪有这种道理都不用修行 那么当然你去到极乐世界 还是修行 还没成佛还是修行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 你很可能像无量寿卿讲的 不了佛制 就不知道整个 不知道佛的智慧是什么 佛到底是什么成佛的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普提心 那么你也不知道怎么修行成佛 你只是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你会生到哪里去 如果以无量寿卿来讲 叫做胎生 五百岁中不见佛 不闻法 不见菩萨中 没有 不见菩萨生闻中 人家去极乐世界是二六十中 念佛念法念生 你是去到那里 而且人家是化身 联化化身 你是胎生 去到那里 五百岁还不见佛 不闻法 没有三宝 没有菩萨生 没有生闻生 那哪里也没有共佛的功德 这个是无量寿卿讲的 那他说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人家是联化化身 你是胎生 为什么人家二六十中念佛念法念生 你是五百岁中都不见佛 不闻法 不见生 为什么 因为你不了佛字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佛 你只是想成佛 都没有学佛 都没有像佛一样发歇 没有像佛一样修行 所以 这个无量寿卿讲的 所以很多人没有了解这个道理 就是读经没有读到明白 那么似是而非 那么这个就很麻烦 弄得一大堆人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以为这样 有些人就以为这样 念佛就要往生了 那无量寿卿讲的很明白 就是你要具足什么条件 你如果不具足你会怎么样 那么所以多数的人看经 不要说看经 他都没有在看 看了也没有在想 很多人读亮寿经都读过 好像读一遍就 就赚了多少钱存在那里一样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扎喊这个第五诗经 他说心脑故众生脑 心静故众生静 那么他底下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戳篮纳鸟的例子 他说 比丘 我不见有一色种种如斑色鸟 心腹过世 那这种斑色鸟 后面说是戳篮纳鸟 那斑色鸟一般来讲 那么是翻译 如果他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 那么被传翻译的叫做 其实叫做巴色鸟 它是一种叫做东鸟 蓝赤巴色东 它是这么解释 这是可能学者去查的 那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说 对这种蓝色蓝赤巴色东 就我们叫巴色鸟 这不是竹子旁 蓝赤的蓝赤绑的 这是一种鸟 一般我们叫巴色鸟 我们知道有一种叫五色鸟 五色鸟在台湾也很常见 戳篮纳鸟 戳篮纳 它这里的一个翻译叫做戳篮纳 这是其中一个解释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南传的解释 巴历文的解释 它说戳篮纳并不是一种鸟 而是一种图 一个图 那我们这边直接翻成戳篮纳鸟 它说有一种图是印度有一种 就是你去旅行或去宣导政令的时候画一个图 像我们有时候佛教也有很多 三界六道的图 然后有很多颜色 像这一种图 这个图里面有很多颜色 然后就是种种色 它叫做戳篮纳图 也是一样戳篮纳 但是现在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种鸟 因为底下又有 底下又有图 但是 因为它现在这里的翻译就是鸟 所以我们就用鸟来解释 巴历文是说它是一种图 人家在宣导政令 或是在教化的时候 带着一个彩色的图画表 类似像这样 这个叫做戳篮纳 这个是当时印度也有这种习惯 佛罗门它也有这样的 来告诉人家一些道理的 用画图的方式 这个讲到说 我不见一色 我不曾见过 其实意思就是说 一色其实就是不见过有一种鸟 一种动物 一种友情 身上有那么多的颜色 就像班色鸟 其实就是八色鸟 班色鸟 这里又叫做班色鸟 心腹如是 所以者和 比畜生鸟 总总,顾色种种 他说这个鸟为什么那么多颜色呢 是因为他的心很复杂 就是有种种的烦恼 如果我们依六道众生来讲 色彩越鲜艳的 如果从动物来讲 色彩越鲜艳的基本上心是越复杂 越往上的就没有那么多颜色 如果从动物来讲 有时候越鲜艳的他的毒就越多 但是有谁也不一定 像孔雀很漂亮但孔雀没有毒 不过他专门吃毒 专门吃那些有毒的 那么并不一定是说 越毒的越漂亮就越毒 但是在生物界有些确实是这样 但有些不一定 像青蛙也是 他通常会用 但是他的毒 他的颜色鲜艳是警告 警告你不要来吃我 我身上有毒 通常是这样 这里说的就是说 这种鸟的果报之所以这么鲜艳 是因为他的心非常的复杂 当然这些复杂都是贪生之所架构起来的 他只是比喻 他说我们的心超过像这样复杂的颜色 我们的心有种种种种种的烦恼 如果每个烦恼都是一种颜色 如果这个颜色的深浅代表这个烦恼的轻重来画 如果假设有一种显影剂 那么可以让我们的贪心是怎么颜色 我们的称心是怎么颜色 我们的嫉妒心是怎么颜色 那都可以显现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变成彩色的 那么所以他是在用印度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来说明这个道理比较好懂 所以你看那个鸟 那个鸟那个颜色那么鲜艳 那么其实是因为他的心非常的复杂 所以才产生心生种种发生 心生相生 那么因为他的心充满着复杂 所以才会有这样外在表现出来的 就有点像我们心里面想什么 有时候透过我们的表情 透过我们的动作会表现出来 很不耐烦的时候 很生气的时候 很喜欢的时候 其实假设这些表情也有颜色的话 那么他也会显现出来 那他是在告诉你 其实我们的心 我们人的心 比那个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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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的颜色还要复杂 还要复过 就是超过它 所以则和 他说比畜生心种种故色种种 因为有种种的烦恼心 所以才有这一些种种的颜色 事故比丘当善思维观察一心 他通常就叫你 你要好好的努力思维 专心思维 硕硕思维 那么不断地观察这个心 我们早上有说过 那么修行的重点在思维 你会不会思维 就决定于你有没有成就 真的 当然思维之前 你要先有证件 要有证件之前 你要先亲近善知识 善知识能够带给你证件 你能从那边听闻证件 那我们现在的善知识 不一定是一个人 一本书 一个录音带 你能从那里得到证件 那佛陀时代没有这一些 只有从人身上 或从天人 反正从这一些 你只能从善知识的身上 得到证件 那么依了证件 如理思维 依着如理思维 那么依教奉行 依着你的修行 而得成就 得成就的功德 只是这样 这个不能够 不能够跨过任何一个阶段 只是快跟慢 你也许得证件 然后到如理思维 到成就 也许很快 也许一下子 一天两天 三天 不一定 也许像 像这个 最快最快的 我们看最快的 大概应该是 佛陀度的 佛陀度的最后一个地址 须跋托了 佛陀要入灭之前 也讲了没有几句话 他就振阿罗汉了 比舍利佛还快 舍利佛还要十五天 穆建连还要七天 大家设可能也没那么快 无比丘也好几天 就算第一个的都没有那么快 他还一百多岁 但是他已经累积到 可以说只欠灵本一角 所以这个就是快慢不一定 很多很比较特殊的例子 像阿拉在佛身边那么久 佛入涅槃后才赠阿罗汉 佛还没入涅槃 他基本上就赠出国了 可是那个时候烦恼那么深重的 烦恼那么深重的 这个摩登前女 没有阿难会死 那个爱 可爱 那种没有会死的 我们说爱 念 可 三个层次 喜欢 很想要 念 念念不忘 非常想要 可 一定要 反正就是这样 这种就是他的一种 没有宁愿死 这种很执着的程度 那么严重 丹愿死 最后阿难还没赠阿罗汉 他就赠阿罗汉 也不过天佛讲几句而已 也不是几句 他也在那边出家修了一阵子 但是也没有修很久 他就赠阿罗汉 这种就是 他过去累积很久 这一次你看他 一看就是会剁三二道的 莲花色比丘尼 三个城市做过大妓女 三个大城市做过妓女 而且一心都是要骗人的 甚至蛊惑那一些修犯恨的 但是他最后也赠阿罗汉 而且还神通定义 你看 这一些基本上 你看起来 依照他的情况应该多三二道 提伯达多那么早就出家 是王子出家的 而且很用功修行 但到最后 到最后却堕了第一 那么这一些都说明 基本上 有时候一个人 什么时候要翻身 不一样 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他过去经历了什么 他心里在想什么 你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也不要 就是说那么快评判一个人 他什么时候要翻身 你不知道 翻身有两种 一翻身就成就了 一个一翻身就堕落了 一样 所以有时候是因为 他心里在想什么 是很重要的 心里想什么 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是你有多精进 是看你的心有多清进 那什么叫清进 没有烦恼就清进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那我们说 早上说要控制烦恼 调悟烦恼 断除烦恼 那烦恼有很多 你断除了这个 还有这个 你断除了这个 还有这个 等到你所有的烦恼都断除了 你就叫做超越烦恼了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你只要断除了烦恼 你就肯定可以超越烦恼 因为烦恼要断 最先是断什么 三截 三截叫见惑 三截就是你只要断身见 重点是断身见 我常常在讲 身见要断 借敬举见跟乙一定要断 这两个你没有先处理好 你不可能断身见 你不可能 因为你非因既因非果既果 你对于元旗 四地的道理 根本就不理解 你的方法根本就不正确 你的观念不正确 那么你怎么可能 获得真正的解脱 这个叫因地不正 果遭欲区 任元经说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 这个佛法的整个修行的次定 你可以不用被那么多名相 你可以不用储存那么多概念 你也可以不用读那么多经历论 但是你要清楚 整个解脱的原理 方法 你要清楚 那到底解脱有什么功德 你可以大概知道就好 因为你有 你只要具足了 具足了解脱的 就是你只要清楚了解脱的方法 那么努力去修行 你一定可以具足 这个是从确信因果中来 叫做如是因如是果 那我们大部分就是因果不明 所以通常都是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那么你用一辈子 就算你很用功 就算你的战时心是清净的 你还是终究 终究竹篮子打水 叫做一场空 就是说很多都漏掉了 叫做有漏 那意义不大 看起来好像满了 一下子水漏光了 为什么 有漏 所以修行是从有漏到无漏 那先补掉一个 先把三节 这三个 这三个是主要的大棒 先堵起来 然后慢慢 但是你只要三节断掉了 你一定可以超越烦恼 那么因为三节断就决定会出生死 生死的根本 拔起来 还有烦恼没有错 还有烦恼 你虽然已经断了烦恼 但你没有断所有的烦恼 你只是断根本烦恼而已 所以后面还要断 你没有断也不能解脱 但是你一定会断 因为你已经正见真上了 你已经知道了 你如是因如果已经确认了 你不可能不休 只是说你有可能偶尔会懈怠 懒惰放育 会 但再怎么懒惰懈怠放育 你内在的力量一定会慢慢累积 让你要把这些处理掉 奋力就是忽然之间一鼓作气 发奋土奖 就把它断掉了 会这样 所以才会说正出国的 顶多七次 人天玩法 他一定会解脱 那么一旦解脱了 正大人就超越了 其实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一开始 我们都叫做拒夫凡夫 拒足烦恼的凡夫 那么阿罕经就常说的就是 鱼吃无闻凡夫 就是或是凡鱼众生 每一个人都具有相同的 相同一样多的烦恼 我的烦恼没有比你多 你的烦恼也没有比我少 你说出家人的烦恼比较少 没有 烦恼一样多 但是 就是说烦恼的数目一样多 但是同样的烦恼有轻有重 只是这样而已 那么你的烦恼 也许我的贪心比较重 你的称心比较重 你的慢心比较重 只是这样 那么所以 烦恼都一样多 但是轻重不一样 有一些人因为过去的修行 他可能暂时辅助了哪些烦恼 不限起 或是没有特殊的因缘 没有很强烈的因缘 他不限起 但是他不是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断过任何一种烦恼 那么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讲又有那一种 又有那一种出离心 而且也要有那一种违苦所逼迫 一定要这一辈子无论如何 那么能够遇见佛法 能够建立证件 一定要能够尽快地处理这个问题 那当然也不用急 不用急 但是要努力 那不要好像说不当一回事 那这样就 这样基本上要解脱也很困难 因为我们不晓得 我们一方面不晓得 我们过去到底是怎么休闲的 那么一方面我们也不晓得 我们过去到底都造了什么业 那什么时候这个业要现前要成熟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够现在就是 努力的让我们的心 不再去相续以前那些恶业 那么就是不成熟 恶业不成熟 善业成熟 只能够这样 那这个就是精进 以身上令述真 已经有的善法要赶快让他再相续 没有的善法要赶快让他生起来 已经有的恶法要赶快让他削减 因为你不削减 他可能会让过去的恶业不断成熟 不断成熟 那么很快就受报 没有的恶业有可能扶住 有可能控制住 那你再让他相续 他很快成熟 没有的恶业要尽量防止 预防他再生起 已经有的恶业要想办法削减他 这个才是精进 这样的目的 以身上为身上 以身热为身热 都是要让你你的心清进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他说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观察你的心 你的心 朱比丘 常夜心 贪欲所懒 前面说贪 前面说 常夜贪欲所懒 那这里就直接讲 贪称吃 那 因为前面 常夜心为贪欲所懒 那这里直接 贪欲底下就原声 称吃 就全部把它说起 那贪欲所懒 其实是代表 因为有时候佛法会从无名为代表 有时候会以贪欲为代表 因为无名跟贪是两个主要的 无名跟贪是两个主要的 所以有时候讲贪 有贪一定有无名 无名才会起贪 我见才会起我爱 有我见一定会有我爱 我爱一定是因为我见 所以这两个不可能说 我有我见没有我爱 我有我爱没有我见 所以讲了一个 就知道这一定有两个 那么 那有了贪 贪跟吃 其实就是 我见我爱 那有了贪一定有称 特别是御贪 那御贪没有的话 那么称也扶住 但没有断掉 那你把称断掉 也就把贪断掉 把御贪断掉 所以三国就是断御贪跟称 御贪跟称是御界烦恼的主要代表 其实是这样 所以就我们人类来讲 就变成贪 称 吃 因为佛法是对人说的 所以人的根本烦恼就变成贪 称 吃 其实是这样 那如果说一切众生的烦恼 明显意见的 就是贪跟吃 涉界无涉界都有涉贪无涉贪 他都有无名 如果从一切众生显而易见的烦恼 就是贪跟吃 如果从人类来讲 就是御界众生来讲 那以人为主 御界众生都有贪 称 吃 其实这个是就烦恼上来说的 那 御贪跟称是直接断掉的 但是贪比较细 贪比较细 难断 称比较烈 影响比较大 但容易断 因为贪还有御界 色界无色界 其实它是分两个层次 御贪一个层次 色贪无色贪一个层次 其实是这样 所以叫做下界的烦恼跟上界的烦恼 它是这样归类的 让你容易明白 所以它说 心恼顾众生恼 烦恼 烦恼就是贪生吃 心有贪顾众生恼 心有称顾众生恼 心有吃顾众生恼 基本上是这样 不清静 这个恼就是不清静 那么它是亲近跟不清静来对比的 那不清静就用恼 恼 热恼 烦恼 因为烦恼 所以用这样来比喻 那么 比丘当之 奴见戳蓝纳鸟 它前面说斑色鸟 这边说戳蓝纳鸟 种种杂色否 就有很多种颜色 我们叫八色鸟 非常多种颜色 达眼 曾见世尊 就是说 我曾经见过 就是说它现前没有 你有见过 那个八色鸟吗 我见过 印度可能比较多的是孔雀 孔雀的颜色好像也蛮多的 好像蛮多种颜色的 那么它说 曾见世尊 我曾经见过 佛告比丘如戳蓝纳鸟 种种杂色 我说比心种种杂蓝 就是杂蓝 就是有很多种 很多种心 所以到底我们有多少种心 阿比达摩也在探讨这个 我们到底有多少心 那么有时候就是一个 有时候有很多个 那心跟心所到底一不一样呢 心所是不是就是从心出来的 是属于心的 还是心所是别有作用的 反正就是阿比达摩就是 就是越讲越细 然后就是越讲越多 那么他们在探讨这个 但其实如果从佛法来讲 心 心基本上 应该就是 它也不能说义 也不能说义 因为它 因为它并不真实 就是它 它只是因人和合的 那么 当然你也可以先假设它 它就是一个 一个心 哪有很多心所 但是它不是真实的 它不是心 真实的 它并不是我们说有一个主体 但是它 就是有一个实在的心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心不一空 空不一 心不一空 心即是空 那么 其实就是色受想形式 我们讲色不一空 空不一色 那么受想形式 就是心 受想形式就是心 那有一些当然我们说 有些认为 是是心 那么所以叫做 是是住 那么是一 色受想形而住 就把这个是当作心 那佛法里面有时候讲心 有时候讲义 有时候讲事 所以后来 很多研究佛学的 就是阿比达摩 他也一直在认为 那佛陀到底在讲些什么 不过它的重点 其实 不管有多少心 我们有多少心所 假设一颗心 我们这样讲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一个人都有一个心 那么那你说那种精神分裂的 它可能有很多种 叫人格分裂那种 那也很难说 就是说 那么一般来说就是一个人有一种心 但是这种心里面有很多心所 就是这里讲的 我们的心 为贪嗔痴所来 常业 我们就当作是 我们就一个人有一种心 那这心里面有种种的烦恼 一般叫做贪嗔痴 那到底有多少种烦恼 那这些也是部派研究 研究的非常复杂 后来世青菩萨才把它统一 到底有多少心所 就五位七十五法里面 有几种心所烦 哪几种是善的 哪几种是恶的 不好的里面又有分不善的 大不善的 反正就这样分了 帮助人了解 它其实阿兰君里面没有分这么细 主要就是贪嗔痴 再讲多一点贪嗔痴慢疑 大概这样 后来就变成所谓的死产 死死 无历死无顿死 反正就是为了把佛头讲过的 很多做一个 让大家比较很容易明白的 所以开始这些阿比达姆的论诗做了很多努力 不过有时候会让我们更复杂 就太多的名相太多的概念 好 我们往底下看 他说 初篮纳鸟见过吗 他说因为它的种种的杂色 我说比心种种杂 外表有那么杂 内心也是那样杂 所以者和比初篮纳鸟心种种故其色种种 类似的比喻 还有比如说佛在说海里的众生也是这样 海里的众生各个形状 这个只是说这一种鸟有各个颜色 另外一种就是比喻 海里面从大鲸鱼到小鲜鱼 各式从大到小 那个形状奇怪的 颜色奇怪的非常的多 佛头也曾经做这个比喻 就是大海里面种种的众生 那他说是为什么 因为它的业种种 那业为什么种种 心种种 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类似的比喻 就是从一个鸟身上去看到它的心种种 从一个大海里面看到种种的众生 种种的业 种种的心 因为有这种心 造这种业就受这种果报 这个是佛法讲的 果报是从业来 叫做业报 业报生 业报生 那么这个业是从哪里来 心为主导 你心要起这个心 那个业才会成熟 叫做故作业 故作业就是你故意的 你这个心 你明白 你清楚 而且你故意的 心决定的 那么那种业 那种业才容易成熟 所以它的决定就在心 其实是这样 业 从业来讲 大海里面有种种的众生 寿命长短 体型大小 颜色不一样 各式 海里面的颜色也就很漂亮 非常多 是因为种种业 那这些业 是因为种种心 那其实也是这样 那这里只是单纯从一只鸟 一只鸟的种种颜色 来讲它的种种心 我们叫心所 因为烦恼我们就叫心所 好 那么所有的心所聚集成一个心 其实是这样 那这是第一个批语 心 所以它说 心老故众生老 心静故众生静 那我们说 这个心静众生静 跟维摩杰军的心静众生静不一样 维摩杰军的心静众生静是 你要度的众生 那么这里的心静众生静是 你自己 所以 因为前面是讲什么 当善思为观察于心 你要好好地观察你的心 那么你的心清静 你的夜报声 你的身就清静 其实是这样 那么这个大波罗经也有讲 心庄严故 身庄严 波罗经里面也这么说 心庄严故 身庄严 那这里是心清静故 身庄严 我们叫众生庄严 其实是这样 好 譬如画师画师弟子 学画画的 那么善治树地 治就是治理处理 树地就是 树就是白的意思 就是干净 那么树地就是一般来讲 有可能就是一个白布 或是一块地 它拿它弄干净 因为你太杂 它没办法画图 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木板的话 也是要磨平才能画 把它当墙壁也是一样 你要弄白才可以画 就是处理这一块布面 然后就好像我们要写字 这个白板也要先把那个章的擦干净 一样 那这个叫做善治树地 那么就是 其实树地就是你把它弄白 白底 那个底把它弄白 它容易作画 或是把它弄整齐 弄颜色弄整齐 这个地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这个土地的地 它就是 它就是那个底 那个底 那个背后的那个背景 那么把它弄到可以作画 这个叫做树地 治就是你会处理这一些 那么你要画画吧 它可能是一块木头 可能是一块布 可能是一块牛皮 完全不管 那么它在上面做画 它必须要处理 它才能够画 聚重彩色 要上很多的颜色 那随意图画种种项类 项类就是 你要画牛 要画羊 然后要用颜色的 要用黄色的 要用蓝色 要用绿色的 是这样 如是比丘 凡于众生 它这里讲凡于众生 不如实之 所以 阿含经最常见的 就是这样 于次无人凡夫 莫是凡于众生 不如实之 不如实见 不如实就是 你看的是错的 想的是错的 我们也可以说 不如实知 不如实见 不如实想 所以因为不如实 不如实就是不正确 如实就是如其事实 这个法的事实 它不是这样的 它却认为是这样 所以不如实之色 色己色灭色万色灵 这个我们前面有说过了 就是说 这个色后灭一定是受想行事 那就是这个生 就是这个生 就是五蕴生 就是这个生命 我们说这个生命 那么这个生命 它为什么会存在 疾 不知道这个生命 不知道这个生命 为什么会存在 这个生命里面有些什么 那心 以这个心为主导 这个如果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来看 就是你要知道 所有众生的生命 受苦受乐 解脱不解脱 凡夫胜者 都是依他的心来做主导 那么他为什么会有烦恼 假设前面讲 心具足种种的烦恼 那为什么会具足种种的烦恼 那么你要知道 具足有哪些烦恼 为什么会具足这些烦恼 如何解决这些烦恼 那么这个都是你要清楚的 所以叫色 色己色面 色就是色受想情色 就是五蕴的生 五蕴的生命 五蕴的这种生命 轮回现象 到底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苦 极灭 下面的胃患理就是道 那它是因为你贪爱 胃就是贪胃 那么就是直取 贪爱直取 那么 那你要怎么解决 你要思维它的过患 而能远离 基本上是这样 简单讲就是这样 你要知道 第一个就是 你要知道它的过患 而能远离 先发出离心 然后在一八正道 或四年初 来远离这个烦恼 而能究竟远离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要控制烦恼 所以第一个要先觉察 觉察你的心 所以它这里前面说 当善思维 观察音讯 要先觉察 我们到底有什么烦恼 这些烦恼 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过患 那么如果我们不解决 它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解决了 它又会怎么样 那要怎么样 才能解决 有多少烦恼 要解决 那么那么多烦恼 第一个要先解决 什么烦恼 这个都是我们要知道的 所以 不如时之色色己 色灭色谓色患色灵 如果简单一点来讲 就是不如时之苦 己灭道的道理 所以 于色不如时之故 热卓一色 那么你对于这个 如果我们从五蕴来讲 这个色就是身体 如果延伸出去 就是我们的感官 面对的境界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就会热卒 会起贪卒 那么你眼根贪卒这个色尘 耳根贪卒这个深尘 那么鼻根贪卒这个香尘 然后舌根贪卒这个胃尘 身根贪卒这个畜尘 意根贪卒这个法尘 但基本上 那么它就产生畏卒 畏就是畏卒 其实就贪卒 就是爱 其实就是爱 那爱到一个层次 就会采取行动 就是取 那么就是想要去获得 那么 那就开始造业 造业就累积未来的生死 通常都是这样 爱取有 那么热卒涉顾 附身未来注射 这个就是爱取有 那所以 好 我们先下课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